我们来看一下26.8的这个近视值 正方形的边长 这个是two dimension的那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4cm 然后增加到4.001 也就是说它的面积大约增加了多少 面积a是等于x平方 x等于4delta x等于0.001的情形 为分得到2x delta x乘过去 我们的delta a就会是2x乘delta x x方式delta x乘0.001 乘出来4288乘1 0.008 为什么得这个的 这个感觉上你好像是按计算计 4288乘0.001直接可以得到0.008 所以它增加了0.008 请记得补单位 面积的单位cm平方 这个cmcm平方 OK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OK0.008cm平方 第二题 半径从3cm增加到3.01cm 求面积的增加率 面积a是等于πr平方 对r为分得到2πr delta x乘过去得到2πr delta a放3 ok delta a放0.01 3266乘0.01等于0.06π 这个π就不要放进去了 不然的话就看 看起来就不像是计算的 看起来不像是手算的了 那我们就放0.06πcm平方 这个就是它的面积的增加量 第三题 球体的半径由三线减少至2.98 那球体的球体是3 dimension的那个 体积是3分之4πr立方 这个公司大家自己要熟练的 球体的体积是3分之4πr立方 面积是4πr平方 对你可以看到很巧妙的 就是体积对r为分得回面积的 所以你看3拉下来 3跟3月掉得到4πr平方 然后三次方便二次方 所以这个πr平方 为分得到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得到 所以正确来讲 应该是delta v是等于4πr平方 乘delta r 然后呢 我们的r是放3 3的平方 再乘负0.02 好 它是减少的 减少0.02 上上9 9436 36再乘以2 等于72 负0.72πcm立方 因为是七七 OK 所以这里是负0.72 不是48 整个东西 我也不晓得 底子是怎样得到 这个应该是2 这个应该还是4 大概是这样 第四题 y等于3x5四方 若x减少了0.2% 也就是说 这边应该是负的 负 0.2% 然后呢 你要补一个x给它 alright 然后呢 我们对y为分 得到 5 拉下来 5 3 15 x 5四方 变四四方 然后呢 达delta x乘过去 所以这个东西 放过来后面 左边除以y 右边除以3x 5四方 x5四方 x四四方 x直接月到完 然后呢 还有什么吗 还有5跟15可以 3跟15个月 得到5 5 2得到10 这边会得到1 1除以100 就会得到0.01 所以是负0.01 负0.01 要换巴仙 你乘以100巴仙 你就会得到1巴仙 减少了1巴仙 大约 你不放肤 我觉得也OK啦 只是你要注意说 这个是减少的 这个也是减少的 就是 可以啦 我纯粹放肤是 给大家知道说 它是减少的 OK 大概就这样 Isaac的这个作 那 嘉敏的这个呢 就 不是很恰当 一个正方体的边长 正方体的体积呢 是V等于X立方 边长增加1巴仙 你就要知道说 它是Delta X 等于0.1 0.01就是1巴仙 0.01后面要补一个X 所以呢 这个对X为分 DV by DX等于3X平方 Delta X乘过来 3X平方乘Delta X 左边除以V 右边除以X立方 再乘以100巴仙 这样子才对 然后呢 X平方保留 Delta X 我这边就 这个就不是很确 不是很好啦 X平方乘0.01X 然后呢 再除以X立方 才乘上这个100巴仙 那这个X平方 跟X乘起来X立方 0.03 以两位得到3巴仙 所以你的答案虽然是对啊 但是在呈现上 有点乖乖的感觉 OK 所以它的体积是大概 8月是增加了3% D6体 设一个高为16cm 所以它的高 其实是固定的一个圆柱体啦 那直圆柱的表面积A是多少呢 A是等于2πR平方乘2πR 加上2πRH 这个是它公司 其中你的H 固定16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过后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里有点奇怪 应该是对R为分 2拉下来得到4πR平方 减一个变R 应该是还有R的 而至于后面的话呢 应该是得到2πR为分 就那个R会不见掉 所以这边好像是有点 不是很堆路啦 OK 那当然你可以 如果我做的话呢 16乘2等于32 我直接会写32π 当然你就说 哦我要再抽一个4π出来 没关系你就抽嘛 抽4π出来升R 抽4π出来升8 所以才会得到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两个步骤 好像怪怪的感觉 最后一个步骤 好像自己把那个答案抄下来 就算收工 OK 过后呢 他就说 我们证明到了这一个 我要找高度不变的情形 就是跟他们前面讲的一样啦 因为他高度不定16 值圆 值圆柱的半径从4cm 也就是R是等于4 增加到4.02 也就是ΔR是0.02 请问表面积增加多少 我们的ΔA 就会是等于4πR加8 乘上这个ΔR 对吧 就是找DR乘过去 变Δ 这样子 近视值 所以我们有4π 4加8等于12 0 乘0.02 OK 428 826 818 96 0.96π 面积Cm平方 应该是这样子 0.96πCm平方 All right 就是这样啦 第七题 若Y是等于1除以根号X 的话你可以换成 这个1不用写啦 X的-2分之1之帮 为分 -2分之1拉前来 -2分之1减1 得到-2分之3 这一边Isaic是有点 错字 -2分之3应该是X的立方 放分母 这个除以2就是放根号 所以它不是三次方根 它是二次方根 这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啦 请不要弄错 所以当然它在这边 它要求要找 1除以根号 99.4 很明显接近100 而且100开个 开根号等于10 1就会等于0.1 Y就会是等于 根号100 这个等于0.1来的 OK Δx100Δx-0.6 -0.6 我们 Dyx找到了 放进来 他有负 这个又负0.6 负负得正 看到吗 这个应该是根号100取立方 当然根号100是等于10 10取立方就等于1000 对不对 所以2跟6可以月掉剩3 除以1000就移三位 123 所以是0.0003 这里有负 这里有负负得正 所以他是加0.0003 过后他原本的Y是0.1 0.1加0.0003 就会得到0.1003 当然我寻例 因为我们有计算机 我们有计算机 我们寻例按一下 1除以根号99.4 OK 大概正确了 0.1003 后面的 后面的就变成了 这4位5位6 6位小数 位过后才不准 OK 所以很好吧 因为已经准确到5位就倒数了 第8题 Y是等于X4之方 回分后 4分之1拉下来 4分之1减1 整理负4分之3 DeltaX乘过去 得到DeltaX Correct 这一边你的X是放16 你用Y是放0.0 你的DeltaX是放0.05 OK 放进来 这一个堆 但是这个怎样做 16取4次方根 会等于2 2乘 拿3次方 得到8 它的负就是放分母 8乘4 等于32 这边照理来讲 应该是0.05 除以32 0.5明显 你就是算到1分之1 还是什么了吧 我不晓得什么问题了 所以在处理这个部分 好像就出错了 所以接下来 当然你讲说老师 你不是不能按去 我按了还是 OK 是吗 这个 这个 3 是吧 123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 123 16吧 所以它应该是0.00 大概0.0016 而且它讲要四位小数的 OK 我们再带回原本的 16的四分之一次方 这是它的Y 对吧 Y是得到2 2的 Y是得到2 也就是说 我们的Y加ΔY 就会是2加0.0016 我们会得到2.0016 再看看 计算机计算出来的答案 16.05 取四分之一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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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吧 可以吧 2.0016 15 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算这个的时候 它也不是真的16 我也是取的绝对值等于16 10.05除以32 虽然是有点难除的 可能你给点耐心去算 是15的吧 156来的吧 对吧 所以你看啊 再看回跟这个啊 156其实也都准 156都准 其实不是到四位小数 到五位小数都准 可以看通啊 OK 大概就这样